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好 欢迎来到金牛奖颁奖典礼晚宴 我是今天的场外主持人 Tommy 泽伟 今天看到现场是非常多的帅哥美女 个个是盛装打扮出席的 让这个场地是显得蓬蔽生辉 好的 马上跟着我的脚步去找一找这些帅哥美女们 问问看她们对于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想法 Let's go 好 这位美女想问一下 这个是你第一次获的金牛奖吗 你的感受怎么样 是的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牛奖 我的感受是觉得蛮骄傲的 所以我的员工也跟着一起过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成功和这个奖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整个全队的功劳 那么获得金牛奖对你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 我们在我们的企业方面得到顾客的信任 而且我们的员工也是其中之一的 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接下来你会不会跟你的团队一起庆祝 会 这个肯定会 好 那么祝福你的公司业绩 能够真正日上越做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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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入围金牛奖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至于这次得到金牛奖的这个认可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珍贵 跟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奖项的用途 因为这个金牛奖的这个筛选都十分的严格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的认可 那么接下来你们拿了这个奖项之后 你觉得对你们公司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对我们公司 往后的发展是十分十分的有帮助的 因为金牛奖的认可是很公认化的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奖项 所以至于在到国外发展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那么接下来你会跟你的同事 或者是你的下属一起庆祝吗 这个是肯定会的 非常难得非常有意义的这一天 我们当然也会错过这个庆祝的这一天 好的 那么祝福你们的公司业绩 能够长红越做越好啦 谢谢 好的 谢谢 请问你们这次入围金牛奖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非常的兴奋 兴奋 我们的团队一直到过都很开心 有些都睡不着 睡不着非常 已经失眠了 对对对 这样你觉得这个金牛奖拿到了之后 对你们公司的意义是什么 就说证明我们一向来所坚持的东西是对的 那么团队会更加有信心去复兴我们的使命 跟我们要做的方向 你觉得会对你们业绩会有帮助吗 肯定有 肯定有 可以增加顾客对我们的看法跟信心 那么接下来 你会怎样跟你的同事一起庆祝呢 这个庆祝我们在想 就在下个星期的时候 这一天我会跟我其他公司一起庆祝一方 好 祝福你的公司能够真正日上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帅哥美女的采访 好吗 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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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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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